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習中文版 我是魏維,我們玩的是DLC的內容 就是還要下載的新增的內容 前兩天我們玩了建制考驗的初級跟終級 今天我打算來解建制考驗的頂級 在大家來解這個建制考驗頂級之前 大家先把你的心補滿 等一下進去考驗的時候比較安全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記得把你的能力換成這個炸彈的能力 因為等一下一開始我們沒有什麼武器 很多骷髏向我們衝過來 我們就用炸彈去把骷髏炸一炸到腦搶他們的武器 那如果準備好的話,那我們就準備進去囉 你看林克在想說,我要不要插入啊 後來他決定還是插入了 出發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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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离开之前,大家可以把这个木头打坏 里面会有木箭,有了木箭跟弓箭以后基本上就无敌了吧 就人家不会侵犯到你,过来的话就给你一个箭 好,接下来我们到地下二楼啊,这边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篇幅解决了 我先发炸弹去炸它 这样,要吸引它过来 然后再杀它,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就是中间这边这个骷髅头啊 骷髅头的话是这样子 里面有放了很多,你看有没有放了很多炸药 好,我去打算在炸药旁边放一些炸弹 杀死这些 怪啊,这样子,走咯 这样,呃 再补你一个 再补你一个 好,就把他的武器拿一拿 死人骨头不早上捡 拒绝拿死人骨头 好,那,呃 这边呢,库头的外面 这边,有一个宝箱 大家可以过来拿 哦,里面有敬畏之戒 都拿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到下一关咯 哦,里面有敬畏之戒 都拿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到下一关咯 都拿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到下一关咯 好,下一关咯 呃,这边有两个发电的这个怪啊 呃,秋秋啦,这样子 那大家在打他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就是,小心什么呢 这边有一些尖刺啊,不要碰到这些尖刺 哦,这应该是这一关的重点 那,我就来打这两个秋秋 先是他 好,那接下来是 他 打好以后,我们就上去这边 好,拿这个宝箱,在这边 好像吸的 小心啊 呵呵,有电 好,没事没事 不要被电到了 我有澄清在这边被电死过 所以我都很小心了 里面就有弓 好,今天还不能用 因为一直打雷 那接下来这边有一些箭哦 大家可以来拿 那等一下我们要上去开那个宝箱 开了宝箱以后下面就有 大概有六个 骷髅头啊 会醒来 现在他们还没有醒来 等一下就会醒来 那,呃 这个时候就可以跳下去 用弓箭去射他 不过 呃 我看到有些网路上的神人 可以一次射六个 呃 我会试着射六个 但如果我没有办法射六个的话 或是你也没有办法 一次射六个的话 那你就可以先射几个 然后起来用炸袋来去炸他 好,这些小朋友要起来咯 好,这些小朋友要起来咯 就用箭去射他 好,那剩下的我就不打算 不打算射他,我打算用 炸袋了,这样 对我来讲比较容易 好,这样 那,呃 在离开之前不要忘了他们有些武器可以拿 好,这样 然后在拿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刺 不要被他刺到了 小心刺了 用什麼東西可以拿 弓 小心刺 好 都拿了我們就要下一關 我還是拒絕拿死人骨頭 所以我把他丟掉 好 那下一個關卡就有好多好多的骷髏頭 騎了骷髏馬過來追你 那 我發現就是不要用炸彈 先往右邊跑 這邊有個高台 跑到這上面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騎馬骷髏頭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那我就先趁 雷電射我的時候 我先把他打掉 就可以拿到一些木劍 然後就拿固定 然後來射他的頭 好像這樣 我就等這個 固定的時間回復以後 我們再去打別的 先這樣 像這個比較 比較兇態的這個 我把他固定起來 射他頭 這樣 骷髏射他頭 他就會忍掉了 就要不要睡覺了 不要睡覺了 攝影頭 剩下最後一個喔 希望他不要睡著 等我等我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樣打很慢喔 不過我覺得這樣打就是很 很保險 等到這邊都打完以後 就剩下右邊的喔這樣 右邊最好是一次吸引一個 像這樣子 先吸引一個過來 右邊的這個比較危險 他會發劍喔 像你看 他就射劍給我 這兩個會發劍 那最好是一次吸引一個過來就好了 這樣我們先吸引一個過來以後 再吸引另外一個 他過來以後馬上把他固定起來 射他 接下來是另外一個喔 他也會發劍喔 小心點喔 快一點 要不要 射你 射腦 反認 阿捏 好,我覺得比較難的就是右邊那兩個會發劍的這些怪 那解決,像我們剛才解決這兩個怪以後 接下來就比較好解決了 那我們就 先把這些劍拿了 然後應該是在這個附近吧 就會有一些在睡覺的骷髏頭 我們找到他 怎麼找他呢?就是這些 你會發現其他的這些骷髏頭都會往某個地方走 那個地方就是 剩下這個骷髏頭 還沒有死的骷髏頭所在地 那還在這邊吧 或是也可以騎馬 去找找看到底剩下的那個 剩下的骷髏頭到底在哪邊 好,應該在這裡 這邊有好多骷髏頭 這樣我就是很安全的把這關解決了 那我之前為什麼不發炸彈? 因為我發現炸彈的話會把骷髏炸下馬 那那些馬 炸下馬的骷髏頭可能會直接走 從這個樓梯走上來打你 所以我希望他們都留在馬上 這樣我就很好看這些骷髏頭到底在哪個地方 等他離我比較近的時候 我就把它固定起來 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接下來這邊有一些 嗯 這盒子我就把它打掉 這樣就過了這一關 接下來就很簡單了 接下來是夠普魯西洛克斯 就剩他眼睛就好了 剩他眼睛就好了 我來換一個武器好了 我來換一個武器好了 不是嗎? 打你眼睛哪 打你眼睛呢 好,這一關的骷魯西洛克斯他會留下三個武器,這很重要 一個是火焰的槍,然後一個是電劍,還有一個是冰的劍 我們都把它拿起來,以後過關很需要這幾個 好,那接下來這邊有個寶箱,把它拿走 這邊 好,裡面有冰箭 那冰箭也很重要,等一下我們會碰到火的法師 那我們可能要給他一些冰箭 好,接下來這邊有一些箱子 把它打掉 木箭也太多,用不完 我們可以過關了 接下來的關卡是休息的關卡 好,這樣,那我們就去撿這個妖精 妖精很重要,因為等一下我萬一不幸死掉的話 妖精可以讓我們被砍了以後 還可以不會那麼快死,不會一次死光 所以妖精很重要 那第二個很重要就是,這邊有生命松露 這一定要拿,這個一定要拿 好,那接下來我來拿一下這邊的斧頭 我用斧頭來砍 貢箱 拿這邊的箱子 這邊這個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碰到這個 好像火山的那種關卡 這樣子,會很熱 所以他現在給你一個耐火石鞋 所以我們就馬上把它穿上 不要被熱到了 那因為等一下是火山喔 所以我會把我的武器換成這種不會 找火的 這個 那盾我也換成這個不會找火的 武器的話呢,我也換成 這個冰的箭 這個很重要 古代冰裝箭喔 一定要拿到 因為等一下會有萊尼爾 你不想在這邊跟萊尼爾打 你就給他一個古代弓箭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弓都丟了 這個木頭的 因為等一下會拿到更好的弓 就不屑啊 這樣子 那很爛的武器你就把它丟了 這樣 好 反正等一下會拿到更多的武器 你拿,把這個丟了好了 丟了好 爛武器都丟掉 好,那這邊有一個 蘋果,我們拿一下 下面有三個魚啊 下面有三個魚啊 我們也拿一下 好,接下來在煮的時候啊 大家就注意一下 就你在用這個生命松露的時候 它有兩個 你不要兩個一起煮 你應該要一次 就一次用一個就好了 這樣一個 然後配一個蘋果 這樣一個松露配一個蘋果 它可以把你的 血啊 生命值完全加滿 還會再加一顆心喔 所以就這樣煮就好了 不會浪費這個食材 所以一個松露 一個蘋果 好,那接下來就隨便你煮 我就煮三個魚 然後來 嗯 兩個椰子 好,那 你就是繼續把它煮完喔 我就不煮了 那我就繼續去過關 呵呵呵,再見了 我的爛武器們 好,這是火山的地形啊 那大家就小心點 給你一發 小心不要被炸到喔 那這樣我們就過了這一關 我好像在玩炸彈超人一樣 好的 下一個關卡就是很多蜥蜴的戰士喔 不過 這火山區的蜥蜴戰士 如果你給他一個這個冰的 喔這個武器的話 它就會冷掉 所以 呃 我們就換成這個冰的武器啊 不要忘記囉 來囉 好,看給他一個冰的武器還會融化掉 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到下一 欸 呵呵呵 這邊有一個箱子 這樣 換我的武器 好 如果大家這時候如果濕了一點血的話 就可以濕一些食物喔 這樣 那 我就來繼續換我的冰的武器 繼續出發喔 小心不要被射到 好 啊捏 好 那拿了他這邊的 的箱子喔 裡面有火箭 那最後就是 這邊這一位喔 我們來囉 記得要換成冰的武器 用冰的武器有無敵啊 還有就是不要被他射到 射到就冷冷 喔喔射不到射不到 好那我們就來過關囉 好 那下面這個關卡有個法師喔 在左邊喔 拿這個火焰杖的法師 嗯 那看大家要怎麼做 可以拿這個冰的箭去砍他 或者是 你換這個 冰的 這個也可以 就看大家怎麼用 那 兩個都可以 反正冰的就可以了 這樣 一箭他就冷掉了 那接下來這個 骷顱頭裡面的 這個怪喔 那大家可以跟他們 打這樣子 好好的打一場 那 我打算呢 就是 爬到他的 骷顱頭的上面 丟炸彈給他喔 SLAB 在丟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 這個旁邊喔 旁邊的這個骷額可能會 會發現你在這邊喔 這樣那就 不太好 這樣 你要小心那個旁邊的骷額會看到 看到沒有 在這邊 好怪太大意了 濕了一點血喔 這樣 想大家冷靜阿 回去你們的洞裡面阿 我要用炸彈炸你們 快點快點回去 不然我要生氣喔 快點回去 好 都回去了 剛才是不小心 掉到眼鏡裡面 把我嚇一大跳 那 那 大家都那麼安靜的話 我就 繼續回去 發炸彈給你們 這樣我比較安心一點 好 大家不要再出來看了 就好好的 乖乖在裡面被我炸就對了 那炸的時候大家也是 要注意 要注意什麼呢 最好是先把 那兩個 蜥蜴炸死喔 最後再炸 這個 這個 大個喔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一定要 看這個蜥蜴有在你的炸的這個範圍 然後再 再發炸彈 不要一直炸 然後先炸死那個大個 那 這樣是有什麼 好處呢 就是 蜥蜥又跑出來了 隨時看著這個蜥蜥有沒有跑出來 因為如果你先把那個大個炸死的話 他手上拿的這個錘子 可能會 消失喔 那我們之後要用他的錘子 去打石頭巨人 所以 最好就是 慢一點把那個大個炸死 先炸死這些 小羅羅喔 這樣子 然後在炸的時候隨時看看 這個蜥蜴有沒有跑出來 他會吐那個水給你 好 那這樣都OK了 就剩下大個 你可以安心的炸他 好 乖 好 這樣 這樣 你最後再把大個炸死的話 才可以拿得到 這個錘子喔 欸 對 就是這個 錘子 等一下我們打這個巨人的時候 可能要用 炎石巨人的時候可能要用到 好 這個 那這邊 有些木劍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用炸彈 丟他 小心蜥蜴的這個口水喔 好 我來補下我的生命值 其實就像我講的一樣喔 就是 如果沒有什麼生命值的話 你就隨時補充一下 那我們到下一關了 好 接下來地下十樓喔 真的很容易死喔 那 我們就要來換這個 冰雪大劍喔 然後 出發 好 然後接下來是 那邊那個 很多怪的那個地方啊 很多怪那個地方 呃 大家 第一個 先跳到這個地上喔 先不要吸引怪 然後就先跳到地上 那我們就來出發喔 好 先不要吸引到怪 先跳到地上 來到這邊 這樣 沒有吸引到怪以後啊 接下來 很重要的是 這邊有一個寶箱 大家把它吸起來 這邊 這個很重要 先做 這個寶箱裡面有古代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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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就會有怪來找你喔 那 這怪就很厲害 你就 可以用 會射這個劍給你喔 你就是 先固定它 沒有 它上去了 好 它先上去了 那沒關係 我們先打這邊 這個 把這個打掉 這樣 那大家這邊小心一點 這邊的怪都很強喔 那 呃 好 有個怪要下來了 我們拿這個 拿敬衛之槍的這個怪 它還沒有下來 那我們先上去好了 那 等一下我們看到怪的解決方式就是 怎麼做呢 先 固定它 然後 用我們的 很特殊的武器喔 用剛才我們拿到這個 電劍 還有這個冰凍的劍喔 去打它 配合這兩個 特別的武器 那 呃 還有這個靜止器 這樣子 出發囉 然後 下來了 靜止它 然後 電劍 然後 冷它 因為電劍它就會把它武器掉下來了 它就打 打你的話也不會太 太慘 所以換電劍 換這個冰凍劍 換這個冰凍劍 然後再換電劍 這樣子 這樣 它就傷害不了你了 來個電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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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捏 這樣就死了喔 它有個盡位之槍喔 不知道掉到哪去了 喔 在下面 不要說過囉 那接下來上一層有個發 呃 有一個弓箭手啦 這樣子 那也是一樣把它固定起來 然後我就用這個靜位之槍把它 戳到下面去了 下去吧你 阿捏 到熔煙裡面去了 那上面還有一個怪喔 上面的怪我就打算 用剛才那個方法 就是固定它 然後 電劍跟這個冰凍劍 在那個之前我先把這個 鐵箱打開來 有沒有一些火箭喔 所以我們來打算上去了 呃 準備好我的 鐵箭 出發囉 固定它 我的鐵箭 然後我的冰凍劍 電劍 然後我的冰凍劍 電劍 然後我的冰凍劍 電劍 這樣 我覺得這關很容易死喔 那 我發現用這個 不同的武器打它的話 效果還不錯喔 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跟我一樣 就是 呃 不是很厲害喔 就是打 打人不是很厲害的話 可以試一下冰凍劍跟電劍 還有配合固定 這個時間的 這個靜止器喔 應該就可以把他們打敗了 好有驚無險 那我們就到下一關 好 好這關是一個 岩石巨人喔 講那 呃 我們就來換 這個冰凍劍 等一下他起來的時候 發火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一個冰凍劍 先來投給他一個 炸彈 叫他起窗 好真的起床以後 給他一個冰凍劍 讓他冷卻一下 然後換你的這個 呃 錘子 好剛才拿了錘子 現在就派上用場 可以來個轉轉樂啊 轉轉樂對這個 連死巨人很有用 這樣就解決了 好那接下來這些 石頭都 裡面都沒有東西 那你可以在這邊 這邊有一些 箱子喔 鐵箱子喔 這邊裡面有東西 你可以拿 應該是個箭吧 那另外一邊還有個鐵箱 還有個箱子在這 好的 這樣我們就過了這一關 好那地下十二樓喔 是休息的關卡 那我們就還是一樣 去撿這個妖精喔 不然等一下我們真的死的話 有妖精的話就太好了 就可以 不會讓我們那麼快的死透 還會有機會 還可以重來 所以妖精 好一定抓起來 那接下來下一個關卡 就是有很 就是很 幾個冰雪的關卡 所以他這邊就提供了我們 這個暖暖莓果 這樣 那可以讓你 等一下煮菜的時候 可以讓你保暖 好那這邊的魚呢也是 暖暖什麼尊魚喔 這樣子 煮了以後也會讓你身體比較暖 有蘋果 有蘋果 好那這邊大家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生命小蘿蔔 這個 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你用這個煮的話 只要一個生命小蘿蔔 然後跟比方說一個 水果一起煮 這樣也可以煮成 完全補滿你的心 如果真的死的話 可以吃這個 完全補滿你的生命值 然後還加三個心喔 這樣子很不錯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煮其他的 這個暖暖的這個 暖暖魚啊 跟這個辣椒一起煮 讓我們保暖一點 對 那我們再來用這個辣椒 再煮一下 三個辣椒 然後 加一個水果 這樣 這也是讓我們保暖的 所以我們兩個保暖的水果 其實應該就 保暖其實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來打開我們的 寶箱 我來穿一下我的衣服 好我們就繼續玩下去喔 好